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原来的戒指多数都比较板结了 有的时候上面的根全部枯掉了 下面的根又全部烂掉了 或者你发现有很多叶子变黄了 那像这种情况是最好要换掉它原来的戒指 但是像我眼前的这颗蝴蝶兰 它的状态其实非常好 它的花开了有将近半年 花拌了以后呢 它连最下面的两个小叶子都没有拌掉 应该说这颗花它非常健康 但是等它的花开拌了以后 我在检查它的根部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根没有什么新的萌动 也就是说呢 它是一颗处于半休眠状态的蝴蝶兰 那什么东西会导致一颗蝴蝶兰处于半休眠状态呢 也许你可以说是因为它的花刚刚凋谢 也可以说是因为季节原因 但是现在是9月10月 蝴蝶兰应该是一个蓬勃生长的季节 它的根没有新的萌动 就说明原来的戒指对于它来说 有一些不太合适的地方 或许呢是太板节了 或者呢它觉得那不舒服 有时候我们也说不清不舒服的原因 但是既然是这样呢 就给它动一动 我呢就给这颗蝴蝶兰 换了新的戒指 大家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商店里买回来的蝴蝶兰呢 它的戒指会很板节 我这个很松软 另外呢就是说 从商店里买回来的这个蝴蝶兰 看它的根部的时候呢 都盘踞在这个戒指外面 因为它们已经长了很久了 那自己换呢 现在呢就不是很明显的 可以看到几条根 不是太多 有几条坑在外面 这个是我呢 特意把它们留在外面的 因为它们原来就是在外面 那我把它原来的戒指呢 拿掉了一点 也留住了一部分 另外又添了一些新的 我觉得有些戒指过于板节 或者发黑的我就拿掉了 看上去它比较新鲜的 就是它外围的这些呢 我还是留着 就是把里面板节发黑的拿掉了 之后呢 我发现它还是很适应的 换了以后呢 它的这个小的新叶子呢 就开始越来越油油的 越来越油油的 而且发绿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适应的 也就是说它原来呢 是戒指是限制它的生长 而换了新的戒指以后呢 它又有一种全新的 它自己有一种全新的感觉 所以呢 它就适应 它就会长得更加好一些 那现在换了有将近十来天了 它下面的两个叶子 还是没有变黄 中间的这个叶子呢 就变得更加油亮 所以我觉得它就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 我还没有怎么给它多浇过水 只在换新戒指以后 浇过一次 在这个大概二十天的时间里面吧 那现在它已经很干了 我还是准备让它干一干 等它适应了 再多浇水 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 养蝴蝶兰不能心急 不仅是不能心急 也不能呢 就是说 过于的担心 过于的忧虑 假如一颗蝴蝶兰 在你给它换了戒指 甚至于失了肥以后 它就没有动静的话 也不要担心 就把它放在那里 让它安静一段时间 它呢 说不定就突然的开始冒小心牙 只要冒了心牙 后面它就越长越好了 这两盆呢 是我在它们花拜以后 没有给它们换戒指的蝴蝶兰 那我要和大家说一说 这两盆 我没有给它换戒指 它们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为什么不给它们换 首先在它们的花拜以后 我同样检查了根部 大家看一看 它的根有多么好 在它的花开拜以后 我没有给它施过任何肥 它的根就长得这么好 这是原来放在组合盆里的 一颗蝴蝶兰 我用泡沫的网子 套在外面的 那一颗在橘黄色花盆里面的 当时也是组合盆里的蝴蝶兰 也是用泡沫网套在外面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根长得好不好呢 跟这个塑料的泡沫网不一定有关系 还是跟每一颗蝴蝶兰自己的状态有一些关系 和放置的位置可能也有关系 那这一颗就是状态特别好的 这个呢我就不给它换戒指了 完全不去折腾它 因为它太喜欢它原来的家了 你看它多喜欢它原先的环境啊 所以它才能长这么多的根 另外这颗也是 从侧面看虽然没有很多很多的新根 有一些不是那么多 但是它的上面就不断在萌动新的小根 这一边也是 这儿也是 这就说明它原来的环境 它非常喜欢 那像这种情况我干嘛又折腾它呢 我连盆也不换了 就给它在原来的这个环境里面待着 你看这个它萌动的这个白色的小根 嫩嫩的多好 下面是白的 上面是新绿色 这个代表它的状态十分十分的健康 既然它很健康很舒服呢 我就暂时不折腾它了 如果它的根长得越来越多 长得越来越大 我觉得它原来的戒指已经不足以满足它的需要的情况下了 我就有可能给它换根 但是给它换戒指 但是现在呢就不给它换了 所以蝴蝶兰的花开拜以后 是否给它换新的戒指呢 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规定 完全要看就是你的这颗蝴蝶兰它的状态怎么样 尤其是要观察它的根 大家都说呢 养蓝就是养根 你能把一颗蝴蝶兰的根养好 你就一定能等到这颗蝴蝶兰开花的时候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击视频右下角的subscribe订阅我 我会不断的update我的这些蝴蝶兰的新变化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